現在Uber把我們載下車了 那有一小登路我們用走的 感受一下拉斯維加斯夜晚的氣氛 現在是大約攝氏4度 所以蠻冷的 可是走在路上非常的熱鬧 空氣從似乎還瀰漫著一股淡淡的大麻的氣息 在拉斯維加斯這應該也算是很正常的事情 大家也不要太界外 現在要去吃的Ramsys Kitchen是大約在半年前開的 在這個地方也吃得到非常指標的威林頓牛排 還有其他的一些餐點比較接近美式的料理風格 這間餐廳是開在Hara酒店這邊 我們現在馬上就要進去了 走吧 現在人呢已經在Ramsys Kitchen了 旁邊呢其實就是賭場啊 一個類似運動酒吧的一個外觀 我們再一點進去看看吧 現在已經坐下來了 然後剛才服務生他有跟我講說 他們在這邊的菜單 其實有一些菜會跟我之前在吃過地獄廚房是重複的 但是呢儘管名字是一樣的 他們的食譜跟做法都會在裡面會有一些稍微的差異 其實很多東西是帶有美式料理風格 所以比較不會像是他們歐洲、法國、英國他們出的一些菜單 很明顯的是有Mac and Cheese 就是一個非常美骨的料 幾種不一樣的牛排 當然還有格登他們非常招牌 就是在地獄廚房的這個節目裡面 大家都會看到的干貝啊 威廉頓牛排啊 鮭魚啊這些料 花一點時間稍微再研究一下到底要點進去什麼東西 剛才呢送上了我點了這杯調酒 這個是他們店內是非常招牌 然後很熱門的一道調酒 叫做Boston Inferno 波士頓獵獄 剛剛我們看到它有一個很小小的上菜秀 它有一個煙燻的那個味道 類似那種龍眼目的一種香氣 威士忌基底 流成柑橘片 剛才的煙燻的香氣 這種東西呢非常適合的搭配牛排 原本想說調個非力好了 可是不吃威廉頓牛排的話 可能會後悔 毅然決然再點威廉頓下去 現在我們就來吃吃看 第一道 烤葡萄薄餅 這一道烤葡萄薄餅 有烤五花肉 然後有費塔起司 有葡萄 然後還有一些烤的結球橄欖 這個薄餅上面呢 酸 鹹 鮮 甜 爐脂風味 味道非常的均勻和諧的一道料理 然後它是在淋上甜甜的巴薩米克醋醬 所以那個整個味道是很豐富的 有一個小缺點是 因為是用烤的關係 所以有一點點硬 所以你在咬的時候不太好咬 可是它的味道是很好 好 現在要來吃我非常期待的洋蔥湯 跟麵包 然後烤脆了之後上面放了起司 燉牛尾在這個麵包上面 現在就吃吃看 喔 很濃郁啊 整個牛肉的那個香味非常的明顯 洋蔥的那個甜味也有出來 只是它的鹹度呢 比一般我們在台灣吃到的 習慣的那種鹹度再高一點 美國吃飯呢 他們的整體的鹹度當然都比台灣高 重點就是你的味道平衡要把握得好 那它就會是一道好吃的菜 這個呢就是鮮味濃郁 然後洋蔥的甜味也都有出來 吃完了前面的前菜跟湯之後 要來吃吃看它的沙拉 它叫做House Salad 招牌沙拉 醬汁他們用的這個是 法式的油醋醬 它的味道就是比較單純 蔬菜攝取量攝取到味 所以我們吃到之後呢 就是來吃其他的東西 我覺得這碗洋蔥湯 越喝越覺得很滿意 愛喝洋蔥湯的話 你來這間餐一定要點這一道 現在吃到一半來聊一聊 價錢 在看菜單的時候我就有發現到 這個單價每一樣的 火高的 光是威廉頓牛排單純一份 就已經是台幣大約兩千塊 整個價錢呢這樣整體吃下來 算上二十到三十趴的小費 這個是很驚人 在經過這個通膨之後 在美國的物價實在是變得有一點點可怕 所以但是去美國之前 一定要直接做好 要噴很多錢的心靈準備 這是Galancing at Chudu Grilling Team 進入了一種中間的甜品 甜品的甜品 甜品的甜品 配合蔬菜和白湯的甜品 這是蘑菇沙拉 沙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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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蔬菜和白湯的甜品 好吃 請享受 剛才已經把干貝還有豬五花切開來看過了 我覺得干貝應該是煎到大約八分熟左右了 剛剛刀子下去還看起來是非常非常的嫩 我現在呢就是來配干貝 然後跟豬五花一起吃 然後沾上它的那個雞骨肉汁醬 這樣 一口 好好吃耶 這道料理的調味一級棒 有點那種美式照燒醬的那個味道 豬肉甜甜的搭配干貝的那種鮮 很搭很搭 然後那個雞骨肉汁味道實在是很棒 還有旁邊那些柑橘的那種香氣 這道料理調味一百分 但就來看看威林燉牛排如何 這個牛排 它的牛肉本身呢熟度已經大約是五分熟左右了 那他們剛剛送上來的時候 它講的是medium rare就是三分熟 可是並不會影響到它的肉質咬起來的狀況 它咬的時候其實還是非常的軟嫩 也很多汁 然後外層的酥皮我會覺得它還是 其實是有一點點偏軟的 不會到說是完全的酥脆 我會覺得呢 這份威林燉牛排 跟地獄廚房的相比 派比沒有地獄廚房的那個做得好 可是它的味道上呢 我覺得兩者之間是相距不遠 這份威林燉牛排吃到後面越來越發現 它的派皮其實邊緣底部 有很多地方好像還是有點沒有烤熟 就有點軟爛掉了 身為一個戈登粉 看到這樣子的威林燉 有一頂點的難過 今天點了兩樣主餐 一個是干貝 一個是威林燉牛排 我會說干貝大大大勝 那最後呢最後我們來試試看這個 Mac and Cheese Sale就是 美國人的食物啊 就連在歐洲可能很多人也不見得喜歡吃了 我也是抱著嘗試看看的心情來吃吃看 就是一個補澱粉 補起絲補熱量 它的上頭撒了一些那種烤酥脆的麵包屑 增加口感的程度我覺得有限啦 然後加上一點點的淡淡的香草 我覺得這份通心粉 就一個台灣人來說 可以不點 如果是我下次來我就不會點 我想要換一些其他的東西 也不需要吃那麼多澱粉類 光是吃主餐本身就已經夠飽了 這個呢就當作是一個嘗試的心情來吃吃看 我們前面點的東西全部都已經吃完了 份量已經遠遠超過我肚子能夠負荷了 等一下呢他們還會問甜點要吃些什麼東西 這一次是Ramsyn Kitchen呢有另外一個點 我要特別的去強調 就是他們的外場服務生的服務 非常的好 很熱情 專業 也會給你調酒上的建議 然後你問他的問題都難不倒他 也會很明確的講出他的每一道料理 特色做法在哪裡 所以我覺得外場相當的專業 一流水準 就可惜是在最關鍵的威寧頓牛排上面 他們內場的調理出了點狀 最後呢我點了這份檸檬起司蛋糕 然後他撒上的是糖漬過後的百里香 然後配上香草醬還有蔓越莓醬 起司蛋糕真的是一個扎實的美味 我覺得他甜度掌握得很好 配上那個百里香它有點淡淡的香氣 跟蔓越莓它的酸度 喝上一口咖啡 相當美國人的一個甜點 吃完了整個Ramsyn Kitchen的體驗了 因為實在是太飽了 所以決定走路回飯店 很明顯可以感受到跟地域廚房 最大的差別點在於地域廚房想要經典的戈登菜色 還有個人化的品牌經營 Ramsyn Kitchen比較像是希望可以 讓大家好好的吃他們有想法的一些料理 給個整體評價的話給個75分吧 畢竟他們才開兩個半月而已 可能還有很多地方要趕近 各位朋友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請按讚分享訂閱頻道 那我是Kate斯丁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囉 掰掰